第三百八十五集 白骨门 公羊霸天望着身后的疯狂伙势 显然是要把这个白骨门全部化为灰烬 想到这里 他脸上也是青筋抱起 这些人果然是要毁了这白骨门 众弟子听令 给我杀出去 随着公羊霸天的爆喝之声 白骨门的弟子齐声怒吓 向着忍者发出了进攻 显然 这群忍者对于公羊霸天这群人有所防备 看到这群弟子直接冲来 他们手中的人者镖也是瞬间扔出去 就这么一波 就死了十几个弟子了 这些飞镖全部是带着毒的 只要是擦破一点皮 这些人立即就会殒命 看到这一击奏效 对面的窝国人也是兴奋的哇哇大叫呀 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大的本事呢 没想到你们这么弱呀 那个窝国领头的人者名字叫钢本一郎 他现在开心至极啊 兰家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 那说白了就是去领功劳的 虽然他不会为此去感激兰家 不过之前的隔队还是可以暂时搁置的 是吗 飞骨准备 随着公羊霸天的话音落下 白骨门众人手中又突然多了一只带翅膀的小虫 放 丝毫没有给对方反应时间 这些小虫被甩到了中途之后 纷纷苏醒 向着窝国忍者直接飞过去 快散开 钢本一郎大惊失色 可惜还是有些晚了 迎头的第一波人直接应声倒下 接着就是第二波 这漫天的飞虫场面好不壮观呢 此时江南边陲 苍家 原本无论是人数还是战力 都处于弱势的林凡一方 在龙家的高手利用正法之后 彻底有所改观了 起码现在一边倒的局面 上风似乎是被林凡这边占据了 大哥 我们解决了这些人 然后就直接把那个领头的也抓住 这算不算是立了大功啊 龙家高手里的老三 现在大笑着说 似乎是胜券在窝 别着急 里面那个人的实力 刚才你们也应该感觉到了 至少也有武尊级别的 我们的正法已经过去十多分钟了 这会儿怕是不行了 龙家领头的高手有些无奈的回答 这种功法虽然逆天 不过到了后面也是有一段虚弱期啊 这个时候 他们所能够释放的战力 或许不足全胜时期的八成 教杀 赶紧解决 别再废话了 龙家的另一个高手也是急忙喊道 这个时候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已经有所下降 你们的好运到此为止吧 隐护法直接出手 整个人犹如疾风一般 立即冲到了龙家几人的身旁 老三 小心啊 龙家的领头高手对着一旁的老者急忙喊道 可惜为时已晚 隐护法的手就这么轻飘飘的拍在龙家高手的胸口上 可是后者直接吐血抛飞出去 脸上也是因为疼痛而变得极为猙獰 我们跟他拼了 随着一声爆喝 龙家的剩下三位强者直接上前帮忙 依旧是合击 在他们想来 虽然少了老三 可是他们的实力也是提升了不少的 无论如何 也能够把这个隐护法给直接击退才是 可惜啊 现实总是这样让人无奈 啪的一响 四掌在空中接触 龙家众人直接被击退了 几个人只感觉到手掌中传来了一阵恐怖的力道 接着三人相继倒退了十几步 再次望向隐护法的眼神里也是充满了忌惮 这 这是真正的武尊强者 并非是唯武尊呢 是啊 这怎么可能啊 没什么不可能的 黑暗联盟的护法如果没有这个实力 那么他们哪里来的勇气和众多的家族和势力作对啊 小明白了这点之后 龙家的重强者就不再纠结了 准备全力以赴的去对付面前的隐护法 望着这一群不怕死的人 隐护法脸上也是多出了一抹冷笑 龙家坏了我们不少好事啊 你们几个人更是看到了我手下人的模样 那么于情于理 我都不能再留你们的狗命了 真是可惜啊 银护法一边说着话 这脸上还真的浮现出了一抹惋惜之色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是在惋惜这些高手呢 并没有过多的打斗 三招 一招倒一人 这龙家的三位强者并没有多坚持片刻 全部就被打得昏死过去 婆婆妈妈的 金家主 这人交给我吧 你这人实在是太拖沓了 隐护法的口中最后一个字落下 人也是立即冲出去 对着千弦千击 发出了雷霆一击 这个恐怖的气势让在场不少人都是倒吸一口冷气 就连金家的重人也是停了下来 这一幕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呢 五尊强者的实力果然如此惊人吗 林凡也是呆立在当场 这人实在是太强了 即便是扎上银针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啊 这一点他太明白了 隐护法 隐护法直接卸下了面具 一张白皙的脸出现在众人的眼睛里 不过 金家中人全部把头深深的低下 黑暗联盟的人 谁看到只能是死 他们只相信自己和死人 林凡盯着这张有些妖异的脸 脸上也是泛出了一抹恶心之色 一个男人竟然把自己的脸涂成这个样子 怎么能不让他作呕啊 你确实很强 不过依旧是一个死 隐护法一步一步地向着林凡走去 林凡有一种如林山岳的感觉 那种窒息感让他一阵心机 该死该死的 这是什么情况 林凡完全不明白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告诉你 什么才是五尊强者 隐护法立即把浑身的气势外放 不仅仅是林凡感觉到了不安 就连一旁金家的强者 有几个实力不济的 直接跪到在地 这是龟压 林凡 可惜他的话刚刚出口就被隐护法一拳打在小腹上 接着有一阵暗劲在体内响起 凤 林凡贪婪在地 就这短短的十几秒钟 隐护法的额头也是出现了一层细密的细汗 这个威压其实这么有用 要是有人直接掉头逃跑 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为的不过是给林凡一个心理阴影 不过这个损耗确实不少 至少损失了一成的战力 可是在看到林凡的模样的时候 隐护法心理的快感也是瞬间膨胀起来 什么话不易 什么林凡 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感谢您的收听 支持主播 请帮主播转发分享一下 感谢你们 我们下集再见